他是拜登的幕后军师 上任初期 频繁对我国示好 如今他却露出了丑陋的獠牙 不仅在国际上大肆抹黑中国 还傲慢无比对待的我国外长秦刚 那么布林肯他到底想干什么 今日秦刚成为了我国外交部新任部长 这对于我们中国老百姓来说肯定是高兴 却没想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却感到了尴尬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 身为美国外交部的老大 布林肯却一次也没有见过秦刚 这可真是有够离谱的 布林肯这番怠慢的举动 不仅是针对秦刚本人 更是对我们中国表示不尊重 这么看来 布林肯可真是把美国的虚伪演绎的零离尽致 如今秦刚已经成为了外长 等到布林肯2023年年初访华的时候 肯定是要和我国外交部部长秦刚见面的 你布林肯到时候不想见也得见 我看到时候谁最尴尬 布林肯除此针对秦刚之外 他早在前段时间的北约外长峰会上 还大肆抹飞我国 说我国逼迫其他国家合作 听到这里 我的脑袋里有个大大的问号 布林肯这是对中国没地方黑了 就开始黑我们的经济了 这就非常讽刺了 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胁迫过其他国家进行交易 一直都是以互利共赢为主 布林肯嘴上说我们胁迫他国交易 但他却从未拿出过实质的证据 即使是跟着美国屁股的小跟班 也没办法拿出证据 这就已经能证明布林肯在胡说八道 反而美国自己就经常用经济手段来打压其他国家 这在全世界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但布林肯却好像在装傻冲愣 一点也不提及美国干的龌龊事 布林肯眼看这种话对中国起不了作用 又把矛头转向了我国军力发展不透明身上 我想问一下布林肯 你想知道中国军力发展哪种程度 是想着要攻击我国领土吗 你也不撒泡尿照一下自己的脸 看自己配不配吧 我国一向在国际上是中立立场 从来不干涉国家内政 要不然为什么说中国是五成之中最稳定的国家呢 反观美国自己只要是有战争的地方 总能看到美国的影子 所以说军力发展透不透明根本不重要 主要是看一个国家稳不稳定 显然美国似乎跟稳定没有战役点边 作为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抹黑中国可是他的头等大事 前不久我国放弃了清零的政策 选择了全面开放 而布林肯这个时候又跳了出来 说应该把中国的数据上交给美国 让美国自己来进行分析 布林肯这不是吃人说梦吗 这番话语 无意是暴露了美国世界警察的嘴脸 我想我国选择开放政策的时候 布林肯一定是最开心的 因为他又可以用疫情防控的理由来抹黑中国 布林肯不仅在舆论层面上 对我们中国进行指责 他还停止了向中国人前往美国的签证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全世界的疫情数据能够共享出来 我想这对于全球疫情防控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但如果把这些数据给到美国身上 谁知道他们会用这些数据来做什么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 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些数据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况且布林肯还指名道姓说 要我们中国的数据 谁知道布林肯的居心而在 早在布林肯访问非洲期间 他就曾当着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的面说中国的坏话 试图破坏我国与非洲的合作 以此来宣扬美国有多么多么的好 说什么跟美国合作才能够发展下去 我想这种话可能只有布林肯自己能听得进去吧 对于布林肯这种奇葩的言论 尼日利亚的外长奥尼亚马当场打脸 他当着布林肯的面 说中国在建设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 还说中国才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奥尼亚马这番话狠狠打得布林肯的脸 可见奥尼亚马根本不上美国的贼船 因为非洲国家基本都已经知道美国所说的话 都是口头吹牛而已 而且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承诺都是长期坚定的 可不像美国都是三心二意 一不高兴还单方面撕毁协议 这非洲怎么看也不会选择美国吧 我想布林肯回去交差的时候 一定是灰头土脸的回到国内吧 2001年1月20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召集了他的所有心腹 因为这是他担任美国总统的最后一天 他想给大家好好道个别 随着克林顿扫尸了一圈 他把目光看向了39岁的布林肯 因为那时的布林肯政绩出色 再加上他是法律出身 克林顿便断定 他会在之后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事实证明 克林顿确实没有看错 布林肯在之后成为了美国的国务卿 1962年布林肯出生于纽约州杨克斯市 他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下 可以说布林肯小时候是要啥有啥 虽然他八岁那年自己的亲生父母离婚了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布林肯对父母的感情 大学期间 有着帅气外表的布林肯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这让他深受女孩子的喜欢 后来布林肯又取得了法律博士学位 这么一看布林肯简直是完美人生 毕业之后布林肯在父亲的影响下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入政界 有了父亲的政治资源 布林肯在政界中如鱼得水 比一般人的起点都高 1992年 克林顿横空出世席卷了美国各个地区的选票 成功当选美国的总统 这个时候 克林顿需要一个帮自己写演讲稿的人 而出色的布林肯引起了克林顿的注意力 因为布林肯曾经也在媒体行业工作过 对于写作能力肯定是比一般人强一点的 于是克林顿便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布林肯的手中 从1994年开始 布林肯慢慢在政界中展露头角 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在克林顿执政的八年里 布林肯依靠着自己出色的能力 从刚开始的小助理一步步成为了高级主任 他不仅在政坛中逐渐站稳了脚跟 还积累了许多人脉 这为他之后成为国务卿打下了许多基础 2001年共和党的小布什上台 这也意味着民主党的布林肯不会在网上升职了 在这个阶段布林肯结识了一位贵人 而这个贵人就是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 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情 更是在之后布林肯被称为是拜登家族的一员 可想而知两个人的友谊感情有多好 也正是这份感情让布林肯迎来了自己的巅峰 2020年拜登成为了美国的新一任的总统 而布林肯也随即加入到了拜登的团队里 在之后他更是被拜登授予了国务卿的职位 布林肯可不像是前任国务卿蓬佩奥那么乱白 他更不会干自损八百伤敌一千的事情 这一点我们要对他提高警惕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对布林肯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